大家好 我是Ivan 今天想分享关于一则新闻 是和Google搜索有关的 其实我上星期也有和Rudy和阿石 有讨论过一件事在Live 不过想将这一件事 因为Live比较长的半个钟 所以我想将一些比较 主要在这次的影片和大家分享 事源发生了什么呢? 就是在一个叫做Folby 不是Folby 是Fortunes搞了一个tech conference 在那个tech conference 其中有一个部分 就是Google有讲一下它的产品 以及讲一下它将来对AI的一些看法 在那里 他们那个senior的VP 就说原来Google在现在这个时候 在美国 就是一些我们叫做Gen Z 就是18至24岁的年轻人 有四成这些朋友 原来他们去找东西的时候 已经不是将Google搜索 作为一个门户的网站 就是门户网站 如果很久以前我们就会用Yahoo 做门户网站去找资料 后来就会有很多人去找东西 用search 就用Google 门户网站 就是大量带来traffic 的一个地方 有四成的年轻人 18至24岁 暂时在美国 就用tiktok 和IG去找东西 我们有一个term 叫discover 就是除了search之外 有一个key word 叫discover 就是你可以在不用search的情况之下 那一个工具 或者那个平台的演算法 它会自己 它会自己去 show information 给你看 那这些呢 就叫discover 那其实Google 都有discover的 就是如果用它的app 各样都有discover的 那news之后 你会看到 四成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就已经不再去 用Google了 去找东西 那最大的问题 不是 就是不是只是Google search 就是直接是Google map 就是Google有多强的一件事 那些人都会去instagram那里 因为instagram有一个新的功能 那在美国应该会先出的 叫instagram的一个map 那会出了什么呢 原来附近有些什么 可能知名的餐厅 你的朋友有去过 那好处是什么呢 通常你去拿recommendation 你会问谁 你会去Google search 当然 但是最可信 其实是well of mouth 就是朋友介绍 就是如果你在一个map 那里看到附近有间餐厅 跟着那些朋友有去 去完之后 又有like 又有给一些相片 就是upload相片 那些 那你可能会试 或者呢 可能你喜欢的一个男仔 或者女仔 他经常去那间店 那你可能又想去那间店 去碰碰他 就是你多了很多 这些联系性的事情 会发生 那其实以前foursquare 都是一个 就是一个 我们叫做用map 先行的一个social media 那不过升不起 那现在很有趣 就是好像变回来 就是这些 比较巨型的social media platform 变回来 踩到那个map 然后再加一些locational base 的元素 所以眼见就是 Google好像叫做福贝受敌 就是他在门门网站 就在被TikTok又拿了一些市占率 跟着又被IG拿了一些市占率 那YouTube又是要出一些短视频 就是shorts 去抗衡这个TikTok 那所以很多的工具 很多的social media platform 就是Meta的Facebook也好 IG也好 其实都越来越TikTok化的 他们自己也有说的 那战略的部署 就是要去reference TikTok 那你见IG那里 其实他们比较大刀潑苦 就是他们将很多不同的video format 其实未来就会 combined 就是变成了主要是 走一个短视频的形式 就是他们的views 派多些organic search给你 所以如果你去IG 想去拿多些organic research 接触到很多user 其实用views是一个好处 而且短视频的好处是 你不用想那么多东西 就是在讲一分钟之内 不过可能一分钟之内 对很多东西讲的人 其实反而是困难的 就是我怎么浓缩这么多东西 在一分钟里讲 兼且你还不会马上就走了 这个反而也很难 除此之外 就是除了 刚才说的门户网站 就是Google search 就是Google search 和Discovery 这些东西 原来被TikTok拿了四成的 IG拿了四成的 之外 就是Gen Z 原来在美国 55%的users 他们去买产品的时候 他们可以去Google search 原来有55%的users 他已经在Amazon 这个web site 搜寻 因为Amazon 他搜寻完之后 他会怎么办呢 他可以立即买 那你在Google搜寻完之后 你会看到一堆web site 你不是可以立即买 或者 你看到很多web site 其实有一些的link 都是Amazon 到最后 你又是要去Amazon 那个web site买 所以对那些users 来说 那我不如直接去Amazon买 我也可以在那里买 因为始终Amazon 在美国的market share很大 就是e-commerce 虽然 其实Google 已经把很多Amazon的link 是放了去Google search 但是到最后 这个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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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想拿到 那些users 逗留在Google search 那里 所以想多出一些 这些Amazon的产品 因为那些users想看 但是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 由于那个users 他成鬼日都走去Amazon 就是因为我是Google 我都要介绍那些link 我成鬼日都 推了那些users 那些users 那些users习惯了之后 他又去了Amazon 所以真是针无两头 还有呢 就是Google search 其实都还有一个方式 它说拿来叫做对付 或者应对这个TikTok和IG 就是在Google search的result 那里 它说会出回TikTok的视频 就是当然有它的web site 还有出回IG的视频 那这个感觉比我有点像 咦 那就好像之前Amazon 那件事的重蹈覆轍 那我就又是把那些users 推多了 虽然那些users 其实本身是想看 所以Google显示出来 其实都满足了那些users的搜寻意图 但是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 你都帮了IG和TikTok 会再公布多了 因为那些users要看多了那些片 那如果他们的用户体验 是真的比YouTube的short是好的话 那它就走了 但是它不显示就不行 如果不显示的话 那些users可能觉得 你的Google search 很多东西都显示不了 所以它这个位置 我觉得这个moment 有点两难 那另一个叫做杀着呢 就是Google map 其实它现在都加上一些 叫Immersive map的功能 所以更加立体 或者加一些AR的功能 令到在地图的层面 好像有一些互动的形式可以发生 那这些都是一些Google会做的事情 但是感觉上就是 哇 Google好像很多东西 给很多不同的公司去抢市场 那另一方面看就是 Google都挺厉害的 就是它每一样东西都涉猎到 所以才要跟这么多人去开拖去打 所以它因为一次过踩了这么多的范畴 所以它本身是一个很庞言的巨物 但是每一个范畴 现在在搜索 是一些它很主要的产品 Map也是一些它很主要的产品 比起你说普通 可能YouTube一些短视频 会不会真的那么痛呢 可能没有那么痛 而现在就真的痛了 因为我觉得是主要的产品 但是暂时都是在美国的 一些18至14岁的年轻人 但是会不会一直慢慢deploy到全球呢 可能会发生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Google 现在一直在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都尝试去抗衡 但是到最后呢 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之前Google都试过 有一个社交媒体 就是Google Plus 但是就搞不定的 所以Google 让我理解它的产品的范围 的范围 Social的暂时就不太行 看看它未来 还有什么可以去顶住 可以在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下次见